这座妈祖庙创立于1986年 它的发起人高可达来自于台湾云里 从前家就住在北港朝天宫后面 从小在庙里玩耍 后来到美国谋生 就照着朝天宫的样子 在这里建了座妈祖庙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主要靠信中自愿的捐献来维系运作 中间的这一尊就是从北港马祖庙 遷过来到这边 到现在已经29年了 这边有一尊太子人 就马祖出神了 他是大提示 然后这一尊是祝春羊 这两个是很特别 有一百斤 就是在美国找不到了 只有在我们台湾才可以找到 这个蜡子 就是信徒 特别从台湾海运过来 所以有很多美国人 一座外国人到这边 然后再觉得很特别 这样一座其貌不扬的妈祖庙 为什么会成为旧金山知名的景点呢 我们就在1992年 第一次参加这个 全美国大概只有我们 这边是最大的 电视转播两个小时 是从那个当趟马可街开始 一直游到那个我们的中国城 那我们在所有队友里面 可以说是最特别 而且最神目的 旧金山可能算是最早被中国人熟知的美国城市了 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带来了大量的华人劳工 使旧金山成为西半球华人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如今仅在唐人街就生活着十多万的华裔 每到春节 旧金山华人都会举行一场农历新年大游行 这是全美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化嘉年华 美国妈祖 has resided in America for more than 22 years 一开始就是三太子那个开入 再下去神童 再下去就是前一眼是农儿 我在前头往后看的那个镜头 就觉得两尊这个傀儡的将军 他的表现太好了 你看尤其在这个荧幕之中 就真的有一个很神秘感 大家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感受 我们到过世界上许多唐人街 绝大多数都是华人移民 以悲情为基础 以磨难为助食 打造出的安身立命之地 而妈祖庙 往往是那段辛酸史的见证 我们没有想到 在这里 妈祖庙能以如此别开生面的方式 为西方公众打开一扇通往中国民间的大门 当我们走进位于巴黎十三区的福建会馆时 这位法国朋友正老练地给妈祖上香 会馆里的老人们说 他相当虔诚 每周四下午都会过来拜妈祖 这真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开场 要知道 这里可是欧洲 欧罗巴 西方文明的摇篮 向来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信仰体系 而且从古希腊神话中的 手持三叉戟的海神波赛东 到地理大发现时期 扬帆远航的哥伦布 再到被西班牙 称为帝国荣耀的无敌舰队 西方海洋文明中 始终充满了冒险 扩张和征服的色彩 这与根植于农耕文明 低调内敛的东方文化 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块 与中国相距最远的大路 妈祖这样一位 来自于中国民间的女神 为什么会在这里 引起西方人的注意 并且受到他们的崇拜呢